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耶和华祝福他 使他安静 安静的意思就是安息 就是没有什么事情让他烦恼 不被四伪的仇敌来扰乱 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 看啊 我住在香伯木的王宫中 但是呢 神的约会反而住在曼子里 我住王宫 可是神的约会住在帐篷里 这样子不对吧 神这么伟大 而我这么的卑微 可是我却住在香伯木的王宫 神却住在简陋的这个 这个曼子里面 这不成比例吧 因此呢 拿单对王说 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 看起来大卫是想要为耶和华 换一个更好的居所 可能要帮他建圣殿 他有这样的念头 就询问拿单的意见 那先知拿单呢 就根据一般的判断 所谓的一般的判断就是说 这样做好像也没有违背神的旨意啊 好像也没有违背圣经 应该也可以吧 那你就照着你的心意去做吧 可是呢 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 临到拿单说 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 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未曾住过殿宇 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当天晚上 耶和华就更正了或是纠正了拿单 和大卫的想法 其实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殿 是出于美意 出于善意 但是神他有更高的看法 上在第六章的时候 大卫他出于他的善意 让这个约柜坐在新车上面 要运来耶路撒冷 可是呢 他的善意却违背了耶和华 律法上的吩咐 约柜不可以坐车 约柜要用立位人亲自扛台 所以就出事情了 后来大卫就及时的更正 大卫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 他就知道他犯错了 所以他愿意更正自己 就照神的吩咐 让立位人用扛台的方式 把约柜运到耶路撒冷 大家也都非常的喜乐 神与他们的同在 那这边也是一样 神就要来更正 先知拿丹 跟大卫王 想要为耶和华建圣殿的这样的想法 所以呢 他说你去告诉大卫 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就是说 如果就算要建造圣殿 人选也不是你 因为我对你主要的任务 让你做的不是这个事情 但第六节开始神先解释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以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 我没有住在一个 什么殿宇里面 我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什么意思呢 我们透过历代至上 十七章第五节的补充说明 他的意思是说 我呢 是从这会幕到那会幕 从这帐幕到那帐幕 意思就是说 这个会幕是不断的移动的 他们只要一起成 会幕就会拆了 那一到目的地 会幕重新支搭起来 又要起成就要再拆 所以耶和华说 我没有固定的居所 我就是随着部队一直往前走 从这会幕到那会幕 第七节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支派的事实 就是我吩咐牧养我名的以色列的说 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薄木的殿宇呢 因为在那个时代 大部分外邦人他们的神 都是住在他们的神庙里面 就只有以色列的神 是住在帐篷里面 所以这个神就说 你想一想 从你们出埃及到现在四百多年了 我也从来没有吩咐过你们 包含世事纪时代的世事们 要为我盖一个像外邦人的神 所住的神殿或是神庙 我并没有要求你们这样 第八节 现在你要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做我们以色列的君 因此耶和华告诉大卫 你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为我建造圣殿 就算要建造 也是另有人选 而你最重要的是 好好的牧养我的名 你本来是牧养人 我叫你出来 不要让你跟随羊群 而是叫你出来牧养我的百姓 叫我的百姓可以跟随你 一起来侍奉我 敬畏我 遵行我的话语 第九节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减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们以色列 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迁移 凶恶之子 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逝师 他们治理我们以色列的 那个时代一样 我必使你安静 就是使你安息 不被一切仇敌扰乱 神对大卫说 你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好好的做一个国王就好了 然后呢 因为我也不要再让我的百姓 四处漂流 我要把他们 栽种在一个地方 好像种一棵树一样 就固定下来了 永远不会再迁移了 大卫之前是想说 神就不要再住帐篷了 就住在一个固定的 圣殿里面就好了 但是神说不是的 你最主要的使命 是带领我的百姓 不再流浪 因为我要让我的百姓 被我栽培 好像种一棵树一样 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所以你们要 你要带领百姓 专心的跟从我 你们就不会再被仇敌 来扰乱 整个国家的运作 就会进入 美好的一个状况 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世 原本是大卫出于好意 要为耶和华盖一个房子 要好像给耶和华一个家一样 但是耶和华说 不是的 反而是我耶和华要应许你 我要为你建立你的家世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主同岁的时候 就是你死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衣 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这是神给耶和华 神给大卫一个美好的应许 因为之前扫罗的王朝 没有办法延续下来 大卫现在做王 他也不知道 接下来他的儿子 能不能够顺利的做王 而大卫的王朝 是否可以一代一代的 接续下去 来带领百姓侍奉神 神就应许他说 你死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衣 接续你的位 然后呢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哇 这是一个极美的应许 十三节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所以呢 后来真的就是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被拣选 成为君王 而且被拣选 来为耶和华建造圣殿 十四节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 责打他 用人的鞭 责罚他 父亲 他对儿子 有一个管教的责任 儿子如果犯罪 他就要使他知错 要使他悔改 因此呢 耶和华告诉大卫说 你的儿子如果有行的不好的地方 我会管教他的 使他归正 来降服于我 带领百姓 继续来侍奉我 我们继续往下看 十五节 但我的慈爱 仍不离开他 像离开在你面前 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拿单就按这一切的话 照这末世 告诉大卫 耶和华应许大卫说 我一方面 对你的后代 他们接续你做王的时候 我会 善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 就是代替你 管教他们 让他们做像样的君王 使他们悔改 然后带领百姓 不断的来侍奉我 而我对他们的慈爱 也不会离开他们 如同你对你的孩子的慈爱一样 所以呢 我对他们的慈爱 永远不会离开 不会像之前我的慈爱 离开了我所废弃的扫罗网一样 那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 他说你的家跟你的国 必在我的面前永远坚固 永远站立 直到永远 这是一个极美的应许 大卫不敢相信 他原本只是一个善意 想说自己住香伯木 所盖的这么美好的王宫 而神的约柜 竟然只放在一个帐篷里 他就出于一个 心里面一个爱神的态度 想要为神盖一个房子 让神的约柜放进去 想不到神说 你不是要盖圣殿的人选 但是我要先祝福你 我要先祝福你的家 直到永永远远 这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我们顾念神的家 神也必顾念我们的家 这就是大卫他敬畏神 而被神喜悦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主当我们顾念你的时候 你必加倍的顾念我们 谢谢主 有时候我们为你所摆上的 跟你所赐福给我们的 主啊真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 愿我们这颗心永远对神 有一个爱慕敬畏遵从的心 直到我们见主面为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愿神赐福大家